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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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是台灣的蜜香紅茶跟斯里蘭卡紅茶一起的舞堂 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大家隨身吸調或分享給朋友 那你喝起來的滋味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就是很甘甜 你剛剛有喝嗎 還沒有喝 我覺得就是非常甘甜 然後很解渴 然後我覺得因為它很甘甜 所以又是舞堂的 其實可以解掉女生有時候想要吃甜食的那種慾望 那你會想很甘甜 感情生活是不是也很甜蜜 哈哈哈哈 應該不錯吧 所以有苦人嗎 就是有 我覺得可能要先 像立頓一樣經過百年的調查工藝 所以再等個百年吧 那之前有聽說說就是已經有傳出蜜婚這個消息 那你今天是有要就是 順便你告知大家的事 有蜜香紅茶啦沒有蜜婚啦 如果真的有的話我覺得 會跟大家分享的 我想說為什麼會突然傳出這樣的事情 自己有沒有被嚇了一跳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就是大家都還蠻就是 就是 祝福我跟希望可以就是 就是很甜蜜很幸福 所以對於大家這種期望跟期待我覺得我還蠻理解的 所以有這新聞出來我其實當下會覺得有點驚訝 但其實還是感謝大家的 現在去摩洛哥也不是去迷遇的事 當然不是不是 對對對是去拍殺情戲 哪一部的殺情戲 嗯 之前拍的 現在劇名是 就是站定在戲原前 對 那有人說那個 難以為很像那個攝影師版的蔣有波 你自己怎麼看 她不是攝影師 她不是攝影師 對 她是導演 對 她是不是蔣有波 她現在有準備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場片 對 所以 所以大家敬其期待 好 你也想像嗎 她 大家都說你口才很差的 很多文化講的 已經蠻多的了 對 我覺得她就像她啦 對 其實有沒有想說要步入人生的下一部 嗯 因為下一部戲了嗎 哈哈 謝謝對 步入下一部戲 那說一下下一部戲 大概是 接下來今年年底的話 有之前拍的就是跟段憶紅還有郭富城 一起拍的秘密訪客 然後會跟大家見面電影 然後 嗯 這個月其實也要進入下一部戲的拍攝 那現在是在前志祺 還沒有辦法完整跟大家講說劇的名稱 但是很快 再等我一個禮拜 嗯 那工作跟愛情怎麼就是兩邊都忙 那怎麼平衡這兩邊呢 我覺得可能就像蜜香紅茶跟斯里蘭卡紅茶一樣 就是兩邊都可以得到完美的調和跟比例 對 會不會有很多誤會 就是很多粉絲啊 或者是朋友都會傳給你說 恭喜你這樣的狀況 不會不會 因為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就是朋友或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真實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沒有接受到類太多的這種訊息 對 那你覺得約會的時候適合跟另外一班喝茶嗎 當然適合啊 喝茶的時候要聊些什麼話 不然要喝酒嗎 當然喝茶 因為我覺得喝茶要聊什麼 等一下你是 我是好奇嗎 好奇 我覺得 嗯 那有沒有推薦你的對方喝茶 我覺得喝茶 它對我來講是一個太棒的一個發明 所以我覺得對女生來講也好是因為她喝起來其實是甘甜的 你以為她有加糖其實她沒有 所以我覺得對女生來講是一個很棒的消息 嗯 你自己已經解糖了 是不是 比較少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吃甜點 就是我吃飯後都覺得一定要有一個甜點才算是結束 所以我覺得 當我真的想吃甜的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我覺得 拍戲要維持體重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你越是維持體重 你越想吃甜的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是喝可以回甘的紅茶 我覺得它就可以抑制住那個想吃甜時的欲望 嗯 謝謝 謝謝 謝謝